大家好,我是奥斯卡,我们要见面了 今天我们来到了著名的乌菲兹美术馆 这是佛罗伦萨最受欢迎,也是游客量最多的一个博物馆 藏品包含从古希腊到巴洛克时期 展品的数量非常巨大,而且都是具有画时代的大师杰作 展馆内按照年代的顺序安排参观路线 非常适合各类人群进行观赏 这当中的艺术品很多都是我们国人耳熟能详的 比如说达芬奇,米开朗西罗,乔托这些画时代的大师 而除了这些最有名的大师制作的画时代意义的作品 我们也可以看到承接各个年代和流派的其他重要作品 比如说各种无名画家的中世纪祭坛画 守法主义流派的宫廷肖像画 承接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代的反宗教改革绘画 这些对于艺术史学者以外的观众可能并没有那么熟悉 但是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 艺术的技法和人们的审美在改变 这就是乌飞兹这么受欢迎的原因 他可以做到雅俗共赏 大家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收获 我们幼儿园画一下守法主义 就是人们发现文艺复兴三节太厉害了 文艺复兴后期大家都在模仿大师的守法 这段时期就是我们常说的守法主义时期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画面里的颜色不自然 但是非常鲜艳 行列人一般把这个叫做酸性色 这幅画的细节可以说明问题 然后所谓的反宗教改革风格 就是16世纪教会的权力衰弱 教会就规定了把艺术作品画成连环画的 Dio风格方便传教 我们来看看这个PS画风的人民的圣母 我感觉他是批的 怪中怪啊 下次你们要吐槽怪中怪 不要找我请找大师居 如果我们去参观1299年建立的佛罗伦萨市政厅 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中世纪的佛罗伦萨风景画 乌菲兹这个位置曾经是河堤 有一座叫做桑比亚的斯格拉九的教堂 教堂的一部分现在还保留在乌菲兹的墙上 这座教堂在1001年动工 1100年祝圣 祝圣就是开光的意思 佛教说开光 基督教叫做祝圣 搞个活动 然后当地有头有脸的人都来看 然后就掏钱 1560年这个教堂被拆除 在拆除的位置上就建成了乌菲兹 乌菲兹在16世纪的意大利语理事办公室的意思 第一任托斯卡纳大公爵科西默一世 为了防止暗杀和方便管理 建造了乌菲兹 用了安防城市里的13个最大的商会 这里的13个商会的办公室可能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办公室了 这套大公爵投资的建筑还包括一个走廊 连接了市政厅就是旧宫和公爵府也就是匹提宫 所以说老桥上面的走廊也好 乌菲兹也好 这些东西造出来纯粹是康西默一世 怕被暗杀 很单纯的 有钱人的生活就是很枯燥的 乌菲奇的建筑风格属于文艺复兴风格 建筑师瓦萨里选择了多利克竹石 配合威尼斯窗 威尼斯窗又叫做塞里奥拱 使得是用一定数量的柱子配合圆拱 形成一个组合单元 然后无限复制这个单元 形成一种规律的组合 瓦萨里把这种组合一共复制了13遍 形成了一个U型的结构 在靠近阿诺河的部分二楼的位置 可以看到科西默一世的雕像 由说法主义大师詹波隆纳制作于1585年 在科西默左右分别是两个人格化的美德 严谨和平等 乌菲奇外部最显眼的这些壁坎里的雕塑 叫做28个杰出的托斯卡纳人系列 这一组雕塑在1842至1856年之间完成 由一个叫做维琛佐巴黛的出版商赞助 是由托斯卡纳雕塑家完成的28个托斯卡纳名人 这当中最出名的是美帝奇家族的代表人物 老科西默 豪华者罗伦佐 艺术大师乔托 多纳泰罗 莱奥纳多达芬奇 米开朗基罗 著名作家弹丁 彼得拉克 伯加丘 马加维利 还有著名的科学家 伽利略 亚美利哥维斯普茨 讲坛厅是乌菲奇建筑最古老的部分之一 1584年由第二任托斯卡纳刀工爵弗朗西斯 初次建造 受到当时欧洲贵族很受欢迎的蒸汽屋的启发 用来存放最珍贵的艺术品 在壮游时代非常著名 壮游是指欧洲各国王室成员 要在登基之前进行一次全欧洲的游学 而这个讲坛厅就是必经的地方 建筑师 Bondalendi在设计讲坛厅的时候 彻底贯彻了文艺复兴精神 罗盘玫瑰形状的灯塔 拱顶镶嵌6000片印度洋贝壳 古作镶嵌2500片贝母 鲜艳的红丝绒挂毯 硬石工艺大理石镶嵌地板 分别代表着古希腊哲学家们相信的 世间万物组成的基本元素 风水火土 古希腊人的世界观 跟中国人的五行是一样的 只不过古希腊人是死刑 蒋唐丁更有名的是这个 古希腊大理石雕像 梅比奇的维纳斯 这个没有短笔更厉害一点 乌菲奇的天花板是1581年的原作 这种装饰化的风格叫做雪怪图案 是文艺复兴时期很流行的装饰化风格 在旧宫我们也能见到很多 雪怪图案的词源是来自于洞穴 起源于古罗马帝国 中世纪时鲜为人知 直到约1480年左右 在罗马挖掘到一些古罗马的考古遗址 而再次成为西方流行的装饰 由于考古遗址一般都在地下 画的都是一些怪东西 就把这个风格叫做雪怪图案 雪怪风很好辨认 首先它没有任何逻辑可言 其次它的排列很怪 意大利人看雪怪图案就像中国人看哥特建筑一样 所以文艺复兴雪怪图案跟中世巴洛克原理上是一样的 走廊上的小画叫做乔维亚娜系列 画的是488个世界名人 科西莫伊士大公爵在1552年出资开启的这个项目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在扩充 走廊上比较大的画叫做宫廷系列 内容是从美帝基家族开始的历代托斯卡纳大公爵家庭的直系成员 而雕像作品大多是古罗马和古希腊的雕像作品 也有一些文艺复兴时的复制品 比方说这个美术生的噩梦拉奥孔 由班迪奈利制作描绘的是大吉斯拉奥孔得知特罗伊木马有诈之后想要通风报信 却被雅典娜灭门的悲惨故事 这道凉亭叫做二号走廊 是俯瞰阿诺和老乔景观最好的地方 夏天的时候乌飞奇偶尔会开放到晚上10点 可以吹着空调看阿诺和夜景 景品系一不一歪 在三号走廊的末尾乌飞奇还有一个观景台 这个观景台本来是一个花园 现在是乌飞奇的咖啡厅 它的位置就在佣兵梁郎的镇上方 它其实就是佣兵梁郎的顶 这里可以看到大教堂的穹顶和旧宫的塔楼 美帝奇家族在1737年决死 为什么决死呢 因为有钱人的生活实在是太枯燥了 全家的男人都在搞急 科西莫三世大公爵的儿子们无一例外都搞出了性病 基本上是天天宿罪 末代公爵的嫂子巴法里亚公主和姐姐安娜玛利亚路易莎 虽然互相讨厌对方 但是依然和立祥组织宴会 希望把末代皇帝Giang Gastone从一些小伙子们身边拉开 但是失败了 接盘的是来自奥地利的哈布斯堡洛林家族 末代大公爵Giang Gastone的姐姐 安娜玛利亚路易莎在与洛林家族签订艺术品移交协定时 规定这些艺术品必须留在佛洛伦萨 洛林家都是一些贼人 但凡这些规定里没有提到的 全部拿来卖钱送人或者是送回奥地利老家了 给大姐的机智手动点个赞 所以说多亏了大爵 佛洛伦萨才有这个乌菲奇美术馆 以上就是乌菲奇画廊建筑部分的介绍 下次来乌菲奇我想要通过这些展品试着介绍一下文艺复兴 今天先挖下坑 我们下期见